叔叔只是说问我问题 但我并没有和叔叔保证我知道问题的答案 所以我不知道 小兔崽子敢耍我 直到自己被戏耍的陆管家大手一挥 准备拎起云星辰的衣领子问个明白 要是再不说实话 他不客气了 可是他的手刚伸过去 一阵剧痛 从下半身的某一处强烈的吸了 那种无法形容的感觉立刻窜遍了全身 疼得他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云叶收回招式 深邃的眼眸冷冷的盯着他 至于这一剑打到了哪里 哎呀你懂的 你不懂的你看那陆管家舞的位置 也明白个七七八八岁 要不是听到他妈的声音 他绝对拿刀 刀了他 这不是陆管家吗 怎么还躺地上了 南青青 这个叔叔听说你是神医 就想来找您瞧兵 但是他突然间捂着嘟嘟就倒在地上了 好可怜哦 是吗 我来瞧瞧 云南月蹲在地上 给陆管家把着脉 摇了摇头 哎呀 陆管家身体还算贱了 这是因为积食导致了腹部不适 回去喝点消食的药草便可 多多谢这位夫人 颤颤巍巍的站起来 陆管家是夹着腿走路的 这额上的汗拿是一滴一滴的往下掉 可见云叶那一剑 有多生猛 好在是木剑 这要是刀刃 那此时 叶北国又多个太监了 哎等等 还有事吗 枕筋呢 刚刚给你瞧病 枕筋一千两 啥 难道说 陆管家看病不给钱 那本夫人 只能去找大公子 或者陆二爷说道说道了 陆管家算是明白了 这母子四人看似纯粮 那其实扒开心呢 那都是黑的 将手里的一千两银票 放到衣袖了 某女人青橙绝色的脸上 笑意逐渐奸诈 这陆家一个管家 都这么有钱的吗 随随便便就是千两银票 这是个不错的来钱的地方啊 娘亲亲 你的笑容 好可怕哦 事业 陆泽谦来到厅语楼 一厅要去逛花卉 云星辰拍着小肥手 高兴得不得了 哎 先说好 不准乱跑 尤其是你小胖子 娘亲亲 人家是无敌的小可爱 才不是小胖子呢 哼 我现在生气呢 娘亲亲你哄哄我 我就开心了 要不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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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我就不理你五个数 不 七个数的时间 云南月 没哄着云星辰 犯到悠哉悠哉的在十以上 一手煮着下额 就这么看着和自己赌气的小女儿 而且在陆泽谦准备哄她的时候 云南月还拉住她 哎 多好玩啊 我老喜欢看我闺女生气了 简直可爱到爆炸 一 二 三 四 我怎么会生出来这么可爱的闺女呢 六 七 好了 七个数的时间到了 娘亲亲 我们去逛花会吧 哇 大哥哥 二哥哥 你们看 全上好大好大一个花灯 娘亲娘亲 我们去放花灯好不好 走嘛走嘛 云星辰 拉着云南月 来到了放花灯的地方 母女俩拿着笔 分别在花灯上写下字 将这灯放飞 许愿神明保佑娘亲亲 大哥哥 二哥哥和二爹爹身体健康万事如一 网友我有吃不完的糖果 网友 闸爹爹明天出门被仙人掌炸到 小家伙 用最恶毒的言语 诅咒某个渣男倒霉 相比云星辰 云南月的愿望就简单多了 一愿儿女身体健康 开心快乐 二愿钱多钱多钱多多 三愿 神明保佑 永远不要遇见狗逼夜君爵 两个花灯升到半空 可一阵不适的风吹过来 风吹灭了花灯里的明火 从半空中掉下来 正是挂在河岸西凤楼三楼阳台的栏杆上 谁的花灯落在这儿了 诶 二愿钱多报复 报复钱多 三愿神明保佑 永远不要遇见狗逼夜 贺东急忙刹车 略过君爵两个字 王爷 有人骂你 大大包天 竟然敢骂王爷是狗逼 让我查出来非多碎了他为狗 此时坐在长椅上的男人 起身走到窗前 深邃的眼眸 像是黑暗中寻觅着猎物的雄鹰 直到稳稳地捕捉到人群中那道熟悉的身影 一抹笑 勾在唇边 云南月 本王找到你了 河岸边正要上岸的云南月 停下了步子 他不自觉回头去看 娘亲亲 你在看什么呀 没什么 快上船吧 总觉得身后就有一双眼睛盯着他不放 也许是多心了 五年没有出现在都城 又戴着面纱的他 又谁会记得呢 哇 好漂亮的烟花 娘亲亲 你看 你看 那么大的烟花 云星辰指着夜空中绽放的烟花 绚烂的光彩 印在那有如星辰璀璨的眼眸中 一张小脸更是灵动可爱 哎 小心点 莫要落了水 娘亲亲放些 我已经不是三四岁的小孩子了 就在这时 对面一艘大船驶过来 开船的人也不顾船上有没有别人 哼的一声 走走就撞在一起 好痛 星辰 小星辰 泽谦哥哥 真的是你妈 泽谦哥哥 泽谦哥哥 我听他们说你出事了 还以为你死了呢 看到你活着 真是太好了 小星辰 二爹爹去找医师 二爹爹别担心 我娘亲亲 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医师呀 冥冥额头的伤口流了血 也疼得小家伙眼眶红红的 可是为了不让身边的人担心 冰星辰 硬是扯出甜甜的笑 懂事得让人心疼了 泽谦哥哥 你看看我 我是宁心哪 你的宁心妹妹 我本想着要去陆家 找泽谦哥哥的 却被一些事情耽搁了 万幸 万幸在这儿看到了泽谦哥哥 上官宁心 一口一个泽谦哥哥叫着 可是她的泽谦哥哥呢 那是看都不看她 只顾着那个让人讨厌的野孩子 这让她心中烦躁了起来 泽谦哥哥 是不是因为这个野女人 使用了狐媚之术 迷糊了你的心神 你才没看到我的 你太过分了 泽谦哥哥 你 你竟然为了一个野狐狸 已经吼我 都怪你 要不是你使用 妖鼠迷糊了泽谦哥哥 泽谦哥哥也不会对我这般态度 冰言 带着弟弟妹妹进船舱 知道了 娘亲 就在舱门关上的那一刻 一声清脆的巴掌声 清清楚楚 回荡在众人的耳畔 但是这个巴掌只是开始哦 反手 一巴掌一巴掌落下去 云南月 来来回回 结结实实 打了上官宁星十几个嘴巴子 然后过 一脚把她踹到船下了 一声 绿衣少女落入了水里 你最好祈祷 祈祷我闺女平安无事 说她有甚何不适 我会让你知道 生不如死的滋味 贱女人 你敢打我 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扔你死无赠身之地 错骨扬灰 永不翻身呢 上官小姐自重 南月是我陆家的上兵 并非你口中的污秽之物 曾剑哥哥你让开 今天我必须杀了 这个眼狐狸精的贱女人 上官小姐若是听不清楚 本公子再重复一遍 南月是我陆家上兵 谁也懂不得一分 若有为之 我陆家将以举足之力 将其从世间抹杀 我不管 我就要杀了她 再次提到上前 她不管了 她不管了 为了她的颜面 今天必须要宰了这个贱女人 又是一巴掌 上官宁心直接被打愣了 这回云南月没有把她踹下去 而是当着众人的面 单手掐住上官宁心的脖子 把她举到了半分钟 陆泽谦 我若是杀了你的宁心妹妹 那可会心疼 南月做什么都无妨 一切由我 这句话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杀了你上官宁心 也无所谓 有她陆泽谦在 就算是造反 她也陪着 这天 这天 听力中水化此剧 失去意识的上官宁心 又落入了水 侍卫们嗷嗷跳进去救人了 梦眸冷冷地看着水中扑腾的一群人 面纱下 林南月开口了 三日后 被五十万两送到陆府赔罪 过世不后 你们 你们欺人太甚 真当我上官家怕了你们不成 谋杀大小姐又敲诈勒索 我要去告官 何事这般吵闹 敢惊扰了王爷尊驾 王爷 还请王爷给草民做主 他们陆家欺人太甚 伤了我们家大小姐不说 还要敲诈上官家 请王爷明见 回王爷 是上官姑娘动手伤人在先 杜莫出于自保 不得为之 将人带上船 王爷有料 你 你 你 抬着那个半死不活的人 都上船来 三个你 一个 上官家告状的嬷嬷 一个 陆泽谦 另一个是被他护在身后的云南月 半死不活的 明明指的是昏迷中的上官宁心 王爷明见 我家小姐心地善良 本要关心大公子的安危 可谁知那野狐狸精 信神嫉妒 又要杀了我家大小姐 回叶王 此事与他人无关 是上官小姐与在下之间的恩怨 陆泽谦 没有提及云南月的名字 他仍将他护在身后 阻挡着某人的视线 你呢 有什么话想说 一句问话在别人看来 是问和上官宁心之间的争执 可其实不然 没有他的准许 私自离开十八楼狱 说他死了八年 捕灰被养了 现在更是和旁的男人 私混在一起 辱骂他是狗逼 云南月 本王倒要听听你如何解释 回王爷 你叫本王什么 你的声音很合本王胃口 告诉本王 你的名字